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热巴的牛奶腿真实存在。 女生看了也羡慕。 迪丽热巴相信大家都认识她,身为演员她出演过很多影视作品且收视率都非常不错,身为新疆人的她颜值句高且异域风味十足,因此她的古装扮相非常亮眼。 她在综艺的表现非常可爱,在跑男担任常驻嘉宾时,也让很多人更加了解她。 迪丽热巴舞蹈出身,身材自然高挑鲜瘦,近期迪丽热巴现身你是我的荣耀开机仪式现场,穿搭温柔大仿惹人注目。 身穿潮牌off,white性色不规则连衣裙搭配黑色棒球帽,运动鞋,紧身版型勾勒出高挑好身材,妆容精致状态再现。 这套穿搭最时髦的莫过于假两件的针织衫连衣裙,看似两件实则一件,层次感十足。 下衣失踪法作为最近穿衣法则中的热门,十分受大众所喜爱搭配。 走在街上经常能能看到很多年轻人会选择下衣失踪法搭配出门。 下衣失踪法不见穿搭简单且对小个子女生非常友好,卫衣,衬衫这样穿搭后时尚感满满,这也是为什么她作为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原因。 迪丽热巴身穿白色衣服和短袖搭配白色外套,外套长度刚好在短裤上方这就是典型的下衣失踪法的穿搭。 这次发型还弄成半扎小揪揪头发型为造型增添甜美可人的气息,少女活力感十足。 这次造型显了她的青春活力感,少女气息满满,与平时华丽造型不同让人十分惊讶。 这次造型简单舒适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选择的穿搭,这次造型就非常直观地露出了她纤细的大长腿。 一般人穿上白色后都会显得自己的皮肤黑一度,但是这个造型却让她的皮肤更加白皙,这白皙透亮的牛奶腿简直让人羡慕了。 很多女生做梦都想拥有这种腿形。 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不得不说,迪丽热巴的长相还是非常抗打,搭配各种风格的单品都能轻松驾驭。 在最近的央视国庆晚会中,迪丽热巴身穿彩色扎染连衣裙,搭配正红色耳饰和高跟鞋,漫步绿音,宛如美丽的花蝴蝶一般绚烂。 妆容方面清眼妆重唇妆,大红色的口红更显复古韵味。 依靠色彩搭配也是可以打造出迷人的复古穿搭的哦。 迪丽热巴的这套穿搭选择白色连帽卫衣搭配棕色抹胸连衣皮裙,看不出吧。 看着像半身裙的紧身裙其实是一条抹胸裙,来自back与bridge单穿打底都很时髦。 搭配同色系黄色运动鞋,高扎马尾活力满满,搭配金色儿时,又甜又酷的运动少女。 复古元素怎么能少了万古长青的格子元素呢? 格子元素作为时尚界经久不衰的元老元素,复古级别杠杠的。 迪丽热巴选择一件修身的黑色抹胸搭配深色系的藏蓝色系格子直筒裤,搭配马丁靴霸气侧漏,气场十足, 夸张风格的金色大爱心耳环也为整体穿搭加分不少。 完美的身材曲线被展露无遗,酷洒又性感。 迪丽热巴穿上白色吊带裙子,发型弄成微卷波浪长发, 裙子吊带的设计露出了它的锁骨和干净利落的肩颈线条, 手臂两侧十分纤细没有多余的坠肉这件裙子十分贴合它的身材曲线把它的纤细的腰部展示在大众面前。 这次造型凸显了它知性优雅的气质,让人十分心动。 这件裙子款式简单大方我们在生活中去搭配也是十分不错的款式, 非常适合我们在周末穿搭特别舒适放松。 我们生活中走在街上经常能看到很多人会这样穿出门和小伙伴相约, 就算是和喜欢的人相约也是非常不错的款式, 尽显温柔气质。 迪丽热巴身穿白色短袖搭配条纹西服套装, 可以看到它的身材比例极好, 西服套装完美把它的身材展示出来。 这次造型让它看起来精简干练帅气, 这身穿搭我们在生活中去搭配也是十分不错的组合, 简单舒适的搭配和小伙伴相约出去玩是十分不错的组合。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